由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主办的 《深深不习高校摇滚梦》 吸引了来自花莲各个高中职校 22个摇滚团体热情参加 而舞台上热力奔放的演出 带动观众尖叫欢呼 在场每个人都忍不住跟着音乐起舞 享受嗨翻天的电影摇滚 《深深不习高校摇滚梦》 结合了花莲市区高中职爱好音乐学生 借由音乐祭演出 让在地青年有展现自我音乐祭年的舞台 市长穆佳贤期待这个活动 不但可以聚集爱好音乐的民众 也可以促进青少年彼此间的交流 最终希望可以带动花莲青年音乐观光文化 我们已经第二次来支持这样子音乐社团 在我们民意国小这里举办相关的一个音乐成果展 那这次也要特别谢谢花中跟花女的学生 那也号召了非常多喜欢音乐的孩子们 高中职的朋友们一起在我们这里来做一个成果的展演 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青年朋友们 热利四射的把自己所学所创作的音乐来呈现出来 那我们再次也是非常鼓励更多青年朋友们 投入自己喜欢的工作 投入自己喜欢的兴趣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支持 不论是音乐也好舞蹈也好 还是各项体育运动 我们都会全力的来协助年轻朋友圆梦 主办单位花莲市青年公共事务促进会表示 今年的摇滚乐活动是以深深不息为主题 这是出自知名的日本动漫火影忍者 要传达对音乐的态度和精神 也带有传承的理念 这次参加演出的有22个乐团 团员们在舞台上尽情奔放 台下观众也给予尖叫与欢呼 台上台下共同享受了嗨翻天的电音摇滚 充分展现年轻人的创意与活力 介入会幻市报道